你不想看 可能是 當年第一次見你外公的時候 留下了後遺症 看見穿軍裝的 就有點大醋 不至於吧 外公那麼和蔼 那是對你這個外孫女 她可從來沒給過我好臉色 她總覺得 你媽媽嫁我嫁虧了 您還記著 當年外公反對您和蘭小姐結婚的事 當然了 她總想跟你媽找個跟她一樣當兵的 還總勸你媽跟我分 當面說好幾次 這麼扎心的話 我能忘記嗎 所以啊 您千萬別跟我外公學 別總是當面給梁木澤甩臉子 勸她跟我分手 萬一以後我倆要成了 她也得記您一輩子 您說 這關係得多尷尬呀 您別因為我外公刁難過你 你就把氣下在梁木澤身上 誰撒氣啊 我就是覺得我女兒太好了 誰站在你邊上都配不上 誰站在你邊上都配不上 可能當年你外公也是這麼想的吧 可我真的喜歡他 我想跟他在一起 誰 車來了 你坐吧 丫頭 這世上 沒有父母可以寧過孩子 你外公不能 我也不能 我也不能 爸爸我愛你 她是我閨女 能看出來 女兒啊 想爸爸 她是你到領舊醫院的醫生 心外科的 你搶救病人的時候啊 渾身都在發著光 像天水一樣 我的小姑娘 長大了 來吧